文香零貴 無端背黑 百貨認錯 鞠躬送禮賠罪 台中有一名A小姐 她本月初去總有百貨逛街 進入酒麻農香水專櫃時 拿起其中一瓶香水詢問店員 這是因素花的香水嗎 店員一連鐵親把她當成小偷 限制她不准離開 還要報警 顧客本人及父母以及她的朋友 在我們的貴賓室 有取得她們的諒解 她們也接受我們的道歉 這下A小姐也面無光非常生氣 原來是店員告訴她偷噴了香水 A小姐再三強調她根本沒用 晨熙是排在她前面的女子噴的 但店員不相信也調閱監視器 我們的品牌的貴位呢 針對一些顧客她有一些意見 就是容易讓一些顧客 沒有辦法分辨的部分呢 我們都有做一些的改善 我們會在我們的商品上面去做一個標示 這是可以適用的一個部分 然後耳後也不會讓顧客 再會有這樣的一個情形在發生 查看畫面後 終於證實A小姐清白 就馬龍對此則不予回應 則終於有高層站出來還夾 對蘋果新聞網說是一場誤會 指著香水說適用品都會貼上標籤 販售用的正貨會擺在適用品下沉 研判是店員在調整擺放位置時候 民眾勿用了帶售新品就離開 吃酒嗎讓我誤會別的客人了 那我們也會加強教育訓練 希望能夠把公司的服務做得更好 地方中心台中報導